哈囉 各位 我是黑仔熊 歡迎收看這一次的黑熊技術仔吧 我今天要分享給你們的是 關於這一台G7X III 後續我想要分享給你們的一些心得 之前我有發布一支影片 就是關於這一台比較像開箱 就是初步入手之後 它有哪一些功能分享的影片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點資訊卡 應該是這邊吧 可以點進去看一下上一次的影片 那今天我要跟你們分享 上一次影片裡面 我沒有提到的幾個重點 跟這一段時間以來 我對這一台G7X III 做了哪些事情 為了這一台方便使用 所以我確實在上面做了一些改造 可以期待一下 上一次影片發布之後 蠻多人都蠻在意的 就是關於G7X III它的對焦速度如何 用了一段時間下來 我個人的體感 關於它的對焦速度 差不多慢 那這一點我覺得 對G7X III是一個 非常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的對焦速度 我實際上感受真的沒有變快 甚至有些時候 我覺得還會有比較慢的感覺 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相機 都會有所謂的人臉辨識 就是你從畫面上 你會看到一個 狂狂 狂著你的臉 那它對焦 就會以你的臉為基準去對焦 不過我用G7X III 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常常遇到一種狀況是 它明明就已經 狂到我的臉 它已經知道 這個地方是我的臉 但是它就是不對焦 就是它一直 我的臉一直 始終是糊的 那我沒有太明白 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可能是程式編寫上 或者是相機本身的 對焦性能的問題 總之它的對焦呢 是你要花滿多心思 去特別控制的 那你希望它對焦速度快一點 其實是有一些小技巧的 比如說 你在錄影之前 你就已經先搬按快門 讓它確實的對好 你要對的焦是什麼地方 甚至在錄影當下呢 你也是可以用搬按快門的方式 讓它稍微加快一點 你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你可能得必須 點一下旁邊 搬按快門 點一下自己的臉 再搬按快門 你得要 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那我實際上這樣子來對焦一次 現在它確實的對焦在我的臉上 那我想要讓它對焦我後面的東西 那我先點一下螢幕畫面 那你就要 等待 有沒有看到 它已經慢慢的對焦過去了 那我想要再讓它 回到我的臉上對焦的時候 你就再這樣子點 它會慢慢的對焦回來 那你想要它快一點呢 其實你可以搬按快門 它有些時候 會因此變快一點 但有些時候 我不太確定為什麼它 速度會依然很慢 甚至是完全不會理你 那我不太 我覺得你自己用手去指定 它對焦用哪個點的好處就是 它會很精準地去抓那個地方的對焦 那它的對焦速度呢 就差不多像你們剛剛看到的那個樣子 這個還是好的情況 因為我實際上 帶出去後面拍攝的時候 不曉得是因為現場的 東西太多了 還是光線顏色問題 有時候它的對焦速度反而會是慢 非常非常的多 那它上面有兩種對焦模式 有臉對焦模式跟單點對焦模式 我個人是比較偏好用單點對焦 我通常會有滿明確的知道 我希望它現在焦距是對在什麼東西上面 比如說它現在要對我的臉 那我就點我的臉 那我現在可能會需要拿一個東西出來的時候 我就把它放在它那個對焦點上面 讓它去對焦 這是一個滿明確的告訴它說 我現在要對焦什麼東西 然後讓它慢慢去對焦的方法 然後它在對焦的途中呢 就不要再亂動了 如果你一直像這樣動來動去動來動去 它有可能就會對不到焦 所以你點了東西之後 你就好好的等 等它對完焦之後再慢慢的講 那另外一個我要跟你們分享的東西 是關於它的4K 我上一次影片裡面沒提到的 我後來做了一個測試 就是我想要試試看它的電池續航力是多少 用4K的情況下錄影 使用的環境是像現在一樣 在房間裡面 那其實我是有開著空調 就是不會很熱的情況下 我就直接把它放在桌上 然後放著錄影 結果我發現它大概錄到7、8分鐘之後吧 它錄4K就會開始有過熱的狀況 然後就會過熱關機了 那我這個覺得需要告訴你們的理由 是因為如果你們是想要把它架設在你的某一個地方 然後開機 然後你今天可能想要拍開箱 或是拍吃東西的分享 然後就架著一拍就拍20分鐘的話 它應該是沒有辦法支撐那麼久 因為我的經驗是它到了8分鐘 10分鐘以內它就會有過熱的狀況 那如果是拍攝Vlog的話 就是你每一段影片大概1分鐘、2分鐘左右的 可能可以應付長時間使用4K的話 可能就會遇到過熱的狀況 所以如果你們主要的目標是想要長期全程使用4K錄影的話 可能要考慮一下這個狀況好不好 以上兩個就是我這段時間用G7XM3的時候發現的兩個問題 那我這邊分享給你們一下 那再來我要跟你們講的是 為了更方便的使用它 我裡面給它做了一些改造 首先第一個就是 因為它這次總算新增了麥克風接口 但是它上面並沒有冷靴座的設計 所以一般的情況下你可能就會使用一致熱靴 就是有一個底板坐在下面旁邊可以架麥克風架 然後這樣子去使用錄影 但是我個人非常非常的不喜歡用這種方式去架設麥克風 因為你在組裝的時候你要多一塊板子裝上去 然後拆下來的時候你多一些零件 我覺得非常的麻煩 所以我在網路上買了上面這一個冷靴座 它是裝在底部 它裝上去之後是一體成型的 那旁邊就有這個冷靴架 並不會影響到你要更換電池開關這件事情 你裝上去之後這個一樣可以好好的收到你的收納袋裡面 那你需要裝麥克風的時候 就可以像這邊這樣子直接鎖上去 那它下面一樣可以裝你的 可能髒魚腳啊或是其他的手勢腳架 這樣子我覺得這樣 那這樣就一體成型 帶出去也方便 用起來也舒服 那另外一個要跟你們講的是呢 G7X M3它的焦段就是24到100 那24呢其實以我拍攝Vlog來講 我會覺得其實稍嫌有一點近 以這顆鏡頭來講 我現在用的這顆是12.2 那如果我開到10的話 最廣是可以到這麼的廣 最近的情況是可以到這麼近 但是如果你用G7X就是24的焦段 它是在比這個再更近一點 所以你拍攝影片的時候 我的畫面會有非常大的比例 是被我的臉蓋住的 那一般拍攝Vlog的時候 可能我在外面旅遊 或是在外面步行的時候 我不太希望我的畫面是 這麼塞滿我的臉 因為我想讓大家看看一些街景啊 或是我人身處在什麼的空間 所以我會選擇廣角鏡頭 就是因為它可以稍微推一點 然後製造出一個你需要的空間感 但是G7X M3它是一體成型的 它是沒有辦法更換鏡頭的 所以要嘛你就是架好相機之後 退個幾步再說話 或者是像我一樣想辦法在上面改裝 有沒有發現它上面多了一個環 這個環是我額外在用膠帶黏上去的 它本身上面是不會有前面這個環的 那我黏這個環上去的目的呢 就是為了裝這一個 這是一顆外接式的廣角鏡頭 有一些人可能想要省點預算 就是它可能有一個 可能1635啊 或是2470焦段的鏡頭 那它並不想要在額外再買一顆廣角鏡頭 所以它在鏡頭的前端 在裝上這個東西 以這顆鏡頭來講 可能裝上去 就會像這個樣子 畫面再變得更廣 所以我就拿來黏了這個之後 把這個 裝上去 那它等於前面就多了一個廣角端的鏡頭 現在拍攝的畫面是用G7X拍攝的 然後我把相機架在一模一樣的位置 然後我坐著也在一模一樣的地方 那我現在是還沒有把廣角鏡裝上去的狀況 那你們現在看清楚我現在背景 就是有多大的空間 我現在把這個廣角鏡裝上去 你們自己感受一下 到底廣角增加了多少 好現在是裝上廣角鏡的狀況 就是有沒有覺得它畫面的狂敞度差了非常的多 甚至是我直接拿來手持的話 在手持的情況下 這個廣角度拿來拍攝Vlog 我覺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我個人啦 我稍微調近一點 這樣有點遠不太習慣 黏上了這顆廣角鏡頭之後呢 這個廣角度我個人是非常的滿意 它有可能會些微的去影響你的對焦 因為它畢竟在鏡頭前面多黏了一些東西 有可能會造成它對焦的時候 會有一些誤判的狀況 這個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呢 畫質可能會有一點點受到影響 不過我目前沒有非常強烈的去感受到 就是因為裝了這個之後 我的畫質受到了什麼樣的影響 而且G7X它本身錄影的畫質 是非常非常強悍的 除了它對焦速度 真的有點問題之外啦 除了影響對焦之外 它可能也會稍微有一點點的影響畫質 這個是理論上啦 不過我目前直接體感上來說 我並不會因為裝了這個廣角之後 造成我覺得畫質有被磨動程度上的影響 至少我目前是沒有這種感受的 那整體組裝起來呢 從我這邊視角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G7X的螢幕可以上翻 然後它這邊有這個外架的廣角鏡頭 基本上還蠻穩的 是不會掉的 然後旁邊有一個外接麥克風 但用G7X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太建議用到這一支麥克風啦 我會覺得搭配這個弱的麥克風去使用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可以維持它的整體輕巧的程度 裝了這個底座 旁邊就加上了這個冷靴座 還有這個廣角鏡頭之後呢 我覺得G7X M3就真的變成一台 很輕巧好帶拍攝Vlog 沒什麼太大毛病 又可以外接麥克風 G7X系列它一直有一個很強大的優點 就是它的光圈很大 然後它的畫質也非常非常好 就是蠻多人拿來拍之後會覺得 G7X它的拍攝出來的畫面 其實是非常漂亮 好好看的 對焦很慢這一點 我還是要提醒一次啦 那你們如果手上是拿G7X M3 甚至是M2 想要拿來拍一些Vlog 或是生活其他影片的話 我是蠻推薦這樣搭配的 那我用了這些配件呢 我會把名稱寫在下面詳細資訊 那你們想買的話 就用這個名稱去Google搜尋 看你要去PCO買還是要去蝦皮買 還是要去什麼地方 我覺得完全沒差 反正你能夠把它裝上去為主 好不好 好啦各位那今天這次黑熊技術宅 補充給你們一些 我之前沒有提到的部分 然後再加上我會怎麼去 改裝使用這台G7X M3 一樣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會主意去回答你們好不好 喜歡這種設備分享類的影片 別忘了按下訂閱 我會持續分享我所有在使用的設備 或是其他借來評測分享給大家好不好 那我是黑熊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小哥哥對焦啊求求你啊 小哥哥對一下焦好不好 你看這個就是他有時候對焦失靈 有時候覺得這種奇怪的狀況